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台湾防疫有成本周正式解封 电影院新旧片齐发 期盼人潮回流 本周上映新片有德国喜剧金鱼俱乐部 以身杖者为主角 一位投顾经理车祸导致半生不随 为了把国外的非法资金搬回家 不惜出动在附件中心的残疾朋友们 展开一路行片的公路之旅 另外台湾首度有互动式电影上映 电影晚班描述大学生在停车场直晚班 意外卷入犯罪事件 每到关键时刻就开放观众手机投票 决定接下来的剧情 总共有七个结局 带来很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犯罪悬疑互动式电影晚班 描述一名大学生莫名被卷入窃盗案 为了证明清白 他踏上一段冒险之旅 特别的是电影推进的同时 观众不再只是被动地看电影 而是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帮这位大学生决定命运 是要乖乖配合坏人 还是从中破坏 偷车还是要逃跑 有如蝴蝶效应般 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决定 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本片是台湾第一部上映的互动式电影 让观众也能当编剧 德国喜剧公路电影《金鱼俱乐部》 描述一位投资经理因车祸下半身瘫痪 但他为了把放在瑞士银行的非法巨款搬回家 股像命运低头 他发现海关对于生障者比较宽容 因此邀请了在复建中心认识的生障人士帮忙 企图瞒天过海掩人耳目将偷勤并回 但这几位纯真的生障人士 却完全不受控 难平出包 过程中向量百出 英国电影《普利兹记者》改编真实事件 描述1930年代二战前 欧陆情势鬼诀 一位曾经采访希特勒的英国记者 决定资深前往莫斯科 访问俄国当权者史达林 试图寻找苏联经济快速成长背后的真相 但当他设法避开监视深入乌克兰时 竟亲眼目睹了乌克兰大饥荒 横尸遍野的骇人真相 1982年由英国知名导演雷利·史考特 指导的经典科幻电影《营地杀手》 在25年后重新剪接 加上新片段再度搬上大一幕 本片由哈里逊福特和西安阳主演 探讨21世纪基因工程伦理 复制人和人类的人心道德 片中的美术设计 配乐还有特效 尽管是25年前的技术 但充满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在科幻电影史上拥有不可抹迷的地位 庄社综合报道 看这熟练技巧 很难相信他是半路出家的烘焙师傅 雷贝在银行业工作 超过20年后 决定离开老本行 转换跑道 进入大多由男性主导的烘焙产业 我最喜欢做是非常轻松的 不让银行太厉害 我做成这样的搭片 然后我转换 我不认识是特别女性 我不认识 但我看见很多男人 在银行太厉害 在我认识是破坏的银行 法国以美味精致的甜点闻名世界 其中烘焙产业又以男师傅居多 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法国女性 跨足这块领域 且根据统计 年纪越长的女性 兴趣越高 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这位名叫巴格迪桂安微博的女面包师 日常也从容面团开始 58岁的她去年离开电脑桌 跨领域开了间有机面包店 就是要证明 女性也能成为优秀的封背师傅 尽管没有任何一家银行 看好她的创业计划 愿意出资借贷 巴格迪桂安微博依旧自食其力 用老本勇敢创业 就是要让外界看到女力出头天 中央社综合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考量疫情循环 为了刺激扩大一文消费 文化部宣布将投入新台币12亿元 在行政院振兴三倍券之外 加码发放200万份600元面额的 易放券 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或领友 局旅游证的外籍配偶 新住民等 皆可透过手机下载APP 获得600元的电子票券 7月22号就能开始使用 预估将为一文产业 挹注超过250亿的商机 200万张总共经费是12亿 大概我们估计可以带动50亿 在我们易文产业的商机 同时可以开一个小水圈 从这个一罩里面的 这个整个消费商机里面 可以刺激他们 引流到我们易文产业 我估计至少200亿 所以未来一年我们的易文产业 我估计至少至少 有250亿到300亿的资金 注入我们这个活水 文化部指出 包含易文展演场馆 及音乐展演空间 书店及唱片行 电影院 还有易文展演预估票券 等四大类型店家 皆可适用 另外像是公益 文创 易文等具有税及资格的 个人工作室 也能申请加入适用 考量易放券的领用 是透过线上申请 还是先抢先赢 所以配套的线上压力负荷 文化部也积极测试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找 那个电脑公司 资讯公司来谈的时候 他只准备了13台的server 那么一个小时处理40万笔 我们一听 我们觉得这个不够 所以我们要求他增加到33台 总共33台的server 一个小时可以处理120万笔 一个小时 那这样的量到底够不够 我们还要进行压力测试 为什么我们提早宣布 但是要到7月22号 才开始正式发现 那就是因为这中间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技术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做测试 李永德强调 为了便利和销勤款 只要店家透过指定APP登录注册 就能在线上天天对账 周周付款 至于部分无法或不善 使用手机的族群 李永德表示 第一阶段完成后 未来将针对长者或小朋友 推出专案 弥补缺失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 吴申宏 台北报导 广告是一个让你可以快速的 认识过去的一个 媒介 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 当时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中秋节 只是因为那个烤肉广告 在中秋节前夕播出 快饮 欢腾 烤肉不忘 金兰烤肉酱 一个广告 它不只是带动 它自己的产品的销售 它制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 我为什么会喜欢怀旧 或者说我觉得很多人 会喜欢来我这边怀旧 就是他们可以借由一些老事物 看到这些事物 他想到他过去 你就会想到这些亲人 甚至他们无形中 在给你加油打气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不是看过这些广告的人 在现在我们这种 分秒必争的快速的社会 里面来讲 广告是一个 让你可以快速的认识过去的一个 没见 带您关心美国政局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最近通过门槛 获得1991张党代表票 正式获得民主党提名资格 角逐总统大选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选出可拉拢 关键选民的副手 像是吸引年轻人或是有色族裔的选票 外界预料很有可能选出非裔 或是拉丁裔的女性搭档 更多相关消息请持续锁定 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